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我们今天天天抵赞 赞一赞记协 记协第一次做这个 新闻自由指数 我很开心记协做这个 因为事源本台言论着行 下个星期一就台庆 恭喜 我们台庆的时候出了一个报告 浸会大学帮我们做的 就是新闻自由指数 所以我很开心 承接你再出 你不要说别人承接 别人手扔 我们出街 去年出街 去年4月28日台庆那天出街 当是我们言论自由行 所以我们就说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很重要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 是记协首席 香港人对传媒的看法 就不是香港首席 OK 那我们也不敢说香港实 我们是香港首席 就是我们翻查记录 就是我们 回归后也是我们首席 回归后也是我们首席 但是 我觉得记协做会更加好 当然 是吧 都是那句 虽然我不敢妄自菲薄 但是顺利言论之后 是老鼠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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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品牌 是吧 我们这么大品牌 我们不敢和人比较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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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今次都找了五间大学一起帮忙 有个评分 最重要就是 香港大学民议员的计划 和记协分别在去年的20-30号 和去年的10月23号 到今年的2月4号 都挺有趣的 是 去年10月23号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日子 什么日子 23号是很少人上班的 平安 因为是冬至之后 平安夜之前那一天 是啊 所以他抢到那一天 很难得的 是啊 很难得的 因为冬至基本上 我相信很少人肯打电话 也肯私人听电话 是啊 也挺难做的 如果那个时候 有人肯接你电话的话 但是你明白为什么 订阅那天开始了 为什么呢 时间长一点 看上来 2月4号又很重要 又是什么日子 立春 是的 每年立春都是2月4号 所以你会看到 虽然是香港大学民议员的计划 但是好像他跟唐令 就是好像跟龙令 去做资料上 就是这样 这个有趣的地方 但是我们资料库 不如劳凡你读一读 新闻自由指数 100分为满分 公众觉得香港的新闻自由程度去到哪里 49.4分 如果你说新闻界的话 更加低 42分 你很明显觉得 新闻自由来说 一般市民觉得一半半 因为49.4分 如果你计算五叉 就刚好50分 刚好50分 我见到他们这次都很聪明的 因为钟庭耀上次搞特首评分的时候 我会问他50分合格是否不合格 这次都没有提 不敢说 但是如果是这样说 你说49.4分叫傾向负面 我觉得值得商学的 明报这里吸了负面 对啊 好像猪仔人 我给大家看看 吸了负面 我觉得值得商学的 傾向0.6分负面 我计算是很重要的 你可以说0.6分也是 但是我觉得 0.6分傾向负面 就有些 有些苛刻 有些可以商学 是吧 半杯水痛 只剩下半杯水 我不敢说不准确 但是你说公众是42.0分 倾向负面 这个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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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界觉得 新闻界觉得 新闻界只有负面 是 然后公众就觉得 49.4分 是 我觉得我的看法 我就不会在公众那里吸负面 我就会觉得 一半半 一半半 或者是 没有正面没有负面 再正确一点 你讲话 Cathalie哥说话 是什么 没有正面没有负面 对 没正面没有负面 即是有一半 有一半人是正面 有一半人是负面 即是公众觉得 新闻界一半半 传媒就觉得 负面 倾向负面 但未至于完全负面 即是距离50分 这个一半半的位置 就差了8分 是 我认为 如果你用解决新闻学 除了赞技协做这一件事之外 我还想到一件事就是 受众和发放信息 两班人 怎样看 OK 在做那一班呢 就觉得新闻自由负面 即是说 他有很多东西 他觉得他想说 说不了 对不对 我觉得是这样 受那一班就没有 一半半而已 受那一班就 有些人听不到 有些人听不到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呢 就是我其中一个理解是 就是 他见到什么在他面前 他就是 就是 但是他不知道有些什么 是没有出来的 是因为你看东西 就是看电视 或者你 或者你听三机 你剪走了什么 你放些什么下去 其实听众是不知道 你原本有多少东西 我只是呈现给我看 但是为什么他都觉得一半半呢 如果你这样 如果你用你这个道理再推理 就要100% 因为媒体自己本身 没有去到100%也好 总有20% 永远都觉得你 我告诉你 为什么呢 因为新闻界 42分觉得是负面 那些报纸的朋友 经常告诉你 新闻自由受到威胁 报章都呈现出来 读者看一看 感觉上 你在做的人 都这么说的时候 我当然是选择相信 在做的人 我想问你 你作为公众 你作为新闻界 其实你怎么看呢 我自己都 如果我可以代表一般的观众来说 其实我想我都是一般一般 即是反映到 你是这个sample 典型的sample 正如刚才所说 其实你看到很多负面的新闻的时候 会影响了你 即使你觉得 其实不是啊 新闻自由都挺好 现在不是那么差 但是当你看到那些消息的时候 是真的在谋情道上影响了你 我未是负面的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 有一件事就是 现在的主导就是 在市民主导了新闻 因为很多时候 你看到那些新闻 即是放头版 我们有时候很不明白 这件事 为何会放头版的呢 有一些更重要的新闻 是不是因为新闻自由 被人打进去 是后面的叶数呢 但是不是的 因为它迎合观众的口味 所以放一些 你认为没有那么重要 或者有趣的 迎合口味的人 所以放在头版 你会感觉上 自己做的东西 或者是编辑上 为什么不放那些东西 在上面 有点是市场主导了 那个布业去做 市场限制了你的资格 是的 我有点是这样的觉得 但是媒体教育市民 他喜欢什么东西呢 这个是一样的 但是问题 没有广告 没有收入 他们都要开饭 这个就是 我们当初为什么说 你这个良好意愿 就是我为什么还会做这个 是的 社企媒体 因为社企媒体 还可以有这个良好意愿 有种压力 我们一直看不会 在这里 忽然间 要拿 记得 记得 我们不是这么做 我们要做的那些节目 我们可以做的 也有人赞助我们 很多人都不明白 我们是怎么做的 我们有赞助的 不过不是A1节目 不过不是A1节目 不是A1节目 还有将来可能我们都要学美国 这样的 甚至乎内地也有 内地那些人 就算不看电脑 他的新闻节目也有电脑 有个logo 对 还有个logo 不是那个电脑牌子 贴着电脑 是的 这样可以 这样可以 我不记得 我可能记错了 譬如明明看着他那部 黑色那部 应该都是 都是Think Tank IBMThink Tank 第一 Think Tank的logo太小 你电视一定看不到 第二 我看到步步高 在上面写出来 我不知道 现在有时候 你见到毛记 都会特意贴分 那三色台logo 在那里 美国也有 不要只是笑内地 美国有些早成的节目 是规定了一个 节目主持人 你知道美国的 Good Morning America 是不是有一些 很高兴的 你经常看 还有一个 白了头发 老老的 肥肥的 很friendly 好像要买 猪辣蛋漢堡 给你的 你也看过 是 是 Morning America 在那里 以前香港早成都是这样做的 是 是 不过后来发现太贵 所以现在只是 只是找一些主机 找周嘉宜 加一个财经记者 两个 两个 搞定 今天便宜很多 你就算见到那些 有部分的台 它是规定了 节目主持人 拿起杯咖啡 要喝多少次 每一节 起码要做一下 这样的动作 所以有人真的问过我们 那一陣子我很不够睡 买了一些冠状咖啡 真的有人问我们 是不是有赞助的 是的 你有没有赞助 更好的地方 有人问 你有没有赞助 所以 OK 所以我觉得我们 因为你有需要喝 是的 你说 会不会因为这样限制了新闻自由 就不会因为 他赞助了我 我不会说他的 不可能 那罐咖啡 如果出了事 你不会自己出了事 还在那里喝 然后告诉别人 是没有事 不是啊 直接第一时间说 我过个礼拜喝 今天就上了头版 你应该是这样 是吧 当然我们看到有时候的情况 譬如说Metro 譬如港铁 是 炎了一年 Metro沒有摆头版的 是 摆其他东西上去 摆猫粮狗粮 是 有毒猫粮 当然他有编辑的 是 我觉得编采也是应该自主的 但是会不会编采会做呢 我不知道 他们很会做的 是吧 很会做传媒 很会做传媒 所以你说 那样东西 都会不会限制了新闻自由 它是有机会的 就未必一定是政治影响的 其实 一个人的自由 跟一个传媒的自由 是有很奇妙的关系 什么限制着你的自由 经济会限制你的自由 要上班就是 政治会限制你的自由 文化也会限制你的自由 文化也会限制你的自由 这个社会是 喜欢看什么 不是单纯市场导向 也不是单纯政治导向 而很多时候 这个城市究竟是一种什么分威 塑造什么人 我们懂得看什么字 喜欢看什么文 而那样东西 都是影响我们 那个传媒的表达自由 甚至乎你再说深层一点 记者接受什么教育 他小时候是怎么成长的 他爸爸妈妈是怎么教他的 令到他有没有 那个做记者的使命感 其实全部影响 所以你不要只是觉得 一个短期的看新闻自由 就是最重要的 其实你要看广一点 反而我觉得值得说 大家看回我们一年前 是的 我们一年前 我们其实就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都是中间一半半左右 但是最重要的是 科技会影响到受众 接收信息 和他觉得表达自由 有影响 就是我上到网 我觉得我可以表达到多一点 我也觉得我懂得多一点 所以那样东西是引证了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做网台 那个不是一个 现在很多传媒说 因为新闻自由受威胁 很多人被人炒了 所以他就由主流传媒 被人逼了去电子传媒 有少少是逼走 他就说有逃跑去那个虚拟空间 如果想着这样做 这样做传媒的话 一定做得不好 因为你感觉被人逼走 我由第一天开言论之后 我就觉得我不是离开了商台 我是在迎接那种新 这就是未来 你们在看的就是未来 你是尽快去学 未来要怎样 否则你真的会过时 那样东西才重要 而正因为这样 所以 兜一个圈回来 商台都会觉得 是的 不如试一下和社企 和科技接翻轨 这个就是我觉得 做传媒的心态就是 你见到新闻界觉得 现在新闻自由 傾向负面 你选择怎么做 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 哇 香港新闻自由受到威胁了 怎么做啊 这一行 这个是一个选择 第二个选择是 香港新闻自由现在很负面 我可以做些什么 那你究竟选择 在哪一个选择 去怎么走呢 又是你的自由 但是我就选择了 不知道你们怎么选择